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今天之前呢 已有几位同仁提案要求对隐匿郎思的校园工作人员给予处罚 终于在昨天得到教育部的正面回应了 将共同的推动修法 一起努力的把不消的郎思赶出校园 本席认为这个是非常正面的做法 除了校园性侵害以及性骚扰之外呢 校园霸凌的行为也严重的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以及媒体的注意啊 虽然校园霸凌大多是携身的之间的行为 但是师长是否能够重视并在第一时间做出处置呢 将会影响霸凌者或被霸凌者呢 往后的行为 因此呢 本席认为教育部呢 应该严引处分引力郎思的规定 将引力校园霸凌事件的老师主任 以及校长也给他适当的处罚 给所有的校园工作人员 及时的发现问题 反应问题的 并同时解决问题的职责 如此才能够真正建立让学生安全 让家长安心 让老师安定的校园教园环境 所以呢 希望教育部也要修法 把校园霸凌的案件 比照隐匿包庇囊丝的处理方法来处理 谢谢 谢谢 谢谢